所谓环飞燕兽指的就是风雨的杨玉环以及窈窕闲戏的赵飞燕 赵飞燕原名遗嘱 因为体态窈窕秀美 平澜临风 有偏然玉妃的姿态 邻里多用飞燕来赞美她的身材 台当局教育部历史学习网去年曾列出票选题目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美女 列出的美女人选包括杨贵妃 赵飞燕及慈禧太后 结果由验手赵飞燕高票当选 台湾今日新闻报道称 赵飞燕在汉书中的篇幅并不多 仅仅只有少数几句 然而关于她的野史数据却是非常丰富 而说起赵飞燕就得提起她的妹妹赵和德 根据民间传说赵和德体态风雨 欲击华夫其美艳舞妹跟赵飞燕几乎不相上下 赵氏姐妹出身卑微 赵母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 赵氏姐妹便成为赵翁的一女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而赵翁收养赵氏姐妹也不是要做慈善誓言 她明白凭着两人的美艳只要再给予栽培 必然可以带来利益 不久赵翁就找到买主 那就是有钱有势的傅平侯张放 赵氏姐妹到张放的府中当歌舞姬 这个历程也改变了赵氏姐妹的机遇 汉成帝与傅平侯张放交好 当汉成帝看到赵飞燕时 显之如痴如醉 不过毕竟身为一国之君 不能露出过于轻浮好色的模样 汉成帝于是漫不经意地询问赵飞燕的背景情况 而张放自然是心智肚明 过了几天便依照当时的宫廷礼法 把赵飞燕送进宫去 赵飞燕后来就成为汉成帝的爱妻 赵飞燕受宠后又让成帝 赵他的妹妹赵和德入宫 原本汉成帝打算立赵飞燕为皇后 但受到太后的反对 虽然如此 最后在公元前18年汉成帝废掉原来的许皇后 在公元前16年立赵飞燕为皇后 赵氏姐妹除了体态撩人之外 也用春药抓住皇帝的心 据传他们长期服用一种叫做西极丸的畅药 此种药类会让两姐妹散发出致命女人香 使得汉成帝不能自我控制性欲 一定得做爱才能罢首 但是服用这铁西极丸最大的缺陷 就是会破坏生殖系统 这也让赵氏姐妹失去了生育能力 汉成帝的性能力毕竟有限 当他精力耗尽时 就只好吃不要满足这种淫乱的快乐 为取悦皇帝的性需求 方式们争献丹药 汉成帝起初服侍一粒丹药 即可精神亢奋灵性美人 好似恢复了青春活力 汉成帝长期服用 用药过量不断增加剂量 最后搞到精进人亡 舍出血来而死 因此在汉书 成帝纪地实称赵氏万内 而在公元前十一年他怂恿皇帝杀害后宫皇子 也留下艳着皇孙的典故 公元前七年汉成帝病死 汉埃帝登基后赵飞燕被尊为皇太后 公元前一年汉埃帝驾崩 由汉平帝登基 赵飞燕丧失了依靠 后来不久又被废为庶人 被迫自杀 虽然当时西汉已经进入颓败的态势 不过赵飞燕姐妹的致命女人相也间接让西汉加速了败亡的速度